网上有人一顿饭吃100个面包,喝5L的牛奶,吃这么多胃真的能够承受吗? 专家告诉我们,吃得太多,吃得不规律,吃得太糙,这些我们以为的小事,却是为害怕的事情,长此以往,容易导致胃溃疡,胃癌的发生。 胃是有感知的,可以告诉你,已经饱了,但是胃也可以怨出来,慢慢的越吃越多,但如果突然一次性吃太多,很可能会造成健康危机。 本期专家,01吃太糙,胃害怕的一号天敌,一般进餐时间是15到30分钟,胃的正常容量,约为每餐800毫升,壮汗可以上升到一餐1200毫升。 两斤酱牛肉,尾巴的惨案,2018年6月4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,龚先生突发急性心梗,被紧急送往中日有好急诊科,当天龚先生经历了三次休克,整个心脏的血管工血都没有了,属于极少数的情况,基本上是救不过来,死亡率高达99.9%。 万幸的是,经过手术抢救,脱离了最严重的危险期,但仍然在另一个危险期,就目前情况还是不错的。 专家告诉我们,上了年纪的人本身胃部平滑肌就有萎缩,造成胃部延展变差,加上或多或少的有效化系统疾病,胃动力不足等问题,所以中老年人吃多了两口,就有可能引发致命风险。 怎么判断吃了七八分饱,饿的时候,吃东西,吃得胃里舒服了这个点就是合适的点,感觉到已经饱了就说明已经超过七八分饱了。 当你觉得吃得舒服了,想在吃两口的时候就要注意了,一定要停下来。 第二吃太乱,胃害怕的二好天敌,很多老年人都不按时吃饭,饿了就吃,不饿就不吃,没有固定的用餐时间,很乱。 专家说,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,不规律饮食会造成胃溃疡,而胃溃疡是胃癌病变的高危因素,一定要及时胃溃疡。 胃溃疡癌典型症状,大后三十分钟到一小时伤腹疼痛,硬痛,有规律,二十点到二十四点是必须重视的胃癌时间。 正常一般人都是三餐到四餐,胃排空时间大概是三到四小时,胃的作息时间和人的作息时间一致,正常进餐后不能再过分的去进餐了。 长期过分进餐,多吃进去的东西,对胃是一种刺激,慢性弥烂,损伤,溃疡接种而至,给肿瘤埋下隐患。 因此,睡觉前一到两小时不要吃东西,有些人容易在晚上发生反流。 建议睡前两个小时尽量不吃不喝,避免液体的东西反流上来。 专家强调,一定不能吃了东西马上就睡觉,如果半夜经常感到饿,需要吃东西,说明了可能有问题了。 早期慢性胃炎没有引起症状,一旦出现症状很可能病情比较严重了。 在空腹状态下,胆囊是大的,吃饭时会进行收索,分泌出胆质帮助消化,但胆质不分泌,一直处于大的状态也不好。 胃不疼痛轻则你烂,重则费养。 长期的费养和胃癌有直接关系,如果有家族时就更需要重视。 专家提示节食控制体重时,一定要让医生或营养师给您制定正确的食谱,以保证一天所需的营养素能足够收入。 雷三师太操,胃害怕的三好天敌,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特别爱吃粗粮,甚至只吃粗粮。 专家说,这样的饮食习惯并不正确,粗纤维消化不了就会原型排出,粗粮所提供到很多营养素,大部分都吸收不了,反而增加胃肠道负担。 细脚慢炎就是要把粗的纤维消到最小,通过幽门口进入小肠。 0.1到1毫米的食物颗粒可以通过幽门,太粗的食物无法通过幽门,又会返回来再胃里磨。 食物太粗就容易包围磨坏,粗纤维不充分咀嚼会加重微的负担。 小胶门数量嚼出甜味表示胃可以很好的消化。 专家现场还带来了一样东西,是家家户户都必吃的韭菜。 专家却说,韭菜中富含粗纤维,如果你整吃整拉,不会吸收,吃了也白吃。 不仅白吃,还会加重胃的负担,竟然造成严重后果。 所以胃功能较差的人就要少吃了。 纤维素和粗纤维有区别,粗纤维和纤维素都是人体不可吸收的,消化不了。 但是纤维素和细菌有关系,纤维素是尝到益生菌的口粮,吃进去的纤维素能帮助益生菌长得更好。 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是对身体有帮助的,粗纤维含量过多,却是会影响微的工作。 注意吃韭菜的时候,入口一定要嚼碎,有胃病的人吃韭菜要慎重。 N运营编号X0002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